健康報理直 要帶大家來聊聊這個話題 新竹市的集合住宅 是在26號發生了火警 造成有兩名消防員不幸罹難 當時也是有上百名的住戶 是卡在28樓等待救援 我們也詢問到 很多脫困的民眾 他們回憶起這場火警 還是驚魂未定 他們就說 四方大廈只看到家裡冒煙 但是找不到起火點 後來才知道 是管線之間的電纜燃燒 所以只好躲在陽台上面 等待救援 那雖然說現在住戶 都已經平安脫困了 但是有醫師提醒 住戶你要小心的是 吸入性的損傷 那所謂的吸入性的損傷 主要就是因為 火場裡面的熱風 還有煙霧 還有化學物質 被你吸進到呼吸道 那進而引發你的氣管 或者是肺部的損傷 如果沒有早期治療的話 死亡率是很高的 那而且火場產生的 這種吸入性的嗆傷 主要是有兩個來源 那第一個是濃煙當中的 高溫顆粒 可能會導致你的上呼吸道 到氣管被燒傷 那至於在另外一種的話 則是化學性的傷害 那也就是燃燒之後 產生的這種化學性的物質 會跑到你的氣管 或者是下呼吸道 也會對你的身體造成損傷 那醫師也說 雖然說現在病人 可能只是心微喘 喘不過氣 但是過一段時間之後 可能就會惡化成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未來兩到四周就是觀察期 在這段期間建議病患 可以盡量把痰給咳出來 那包含拍痰或是咳嗽 其實都是很好的方式 那另外患者呢 你也可以多做這種深沉呼吸 幫助你的肺部擴張 那我們來看到 也有另外一位醫師提醒 其實火災的傷害 有可能是在二十四小時 到七十二小時之內 會陸續發生的 那在二十四小時之內呢 病人可能會出現 嚴重的呼吸道的腫瘡 甚至你的體液會大量的喪失 產生一些電解質不平衡的現象 所以在七天之內 一定要特別留意的 就是要補充營養素 而且還有可能會有一些後遺症呢 我們來看到這項研究報告 它就指出呢 液氧化碳中毒的病患 有百分之三 可能會產生這種永久性的後遺症 像是有智力減退 大小便失禁 走路不穩 那有些後遺症呢 大概是到兩到三週之後 才會陸續出現 所以後續的觀察還有保健 還是不能輕忽 以上是今天的健康報女之 再提供給大家做參考